泰国南部7号接连发生了两起炸弹袭击 造成了7名军警人员身亡 至少16人受伤 其中一起爆炸事件发生在野拉府 武装分子引爆路边炸弹 袭击一辆军车并且向军车开火 造成了3名士兵死亡 2名士兵受伤 在同一天的上午 北大年府发生炸弹袭击警员的事件 造成了4名警员身亡 多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 初步的调查相信 炸弹是埋藏在一棵树下 通过手提电话引爆 泰南的野拉、纳拉提瓦和北大年三府 以及宋卡府的部分地区 经常发生爆炸、枪击、绑架等暴力活动 2004年至今已经造成超过4400人死亡